我們先看看球座標系統 我們已經講過 鹽柱座標有講過直角座標系統 現在我們接著看一下鹽柱座標系統 那延座标座标系统的话 你要解La plus V是等于0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把La plus V 把它变成是囚座标的部分 那这个囚座标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再加上R平方3C分之1 加上R平方3C分之1 R平方OK 这是整个La plus V的部分 那这个呢你要让它等于0 那等于0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你要解这个equation 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个解法 那在我们大二的电池学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面我们只解了一种情况就是 假设V是independent of Phi的情况 换句话说 如果这整个系统呢 你在Phi的方向是对称的 的话那就是你对的这个Z轴是对称的 OK 你的问题 这是我们把我们自己限制住的一个条件 那如果你限制住的是这个条件的时候 换句话说 你的这个potential R theta Phi 你现在只要把它表成R theta 那也就是说 对Phi为分的这个都是等于0 那这一项就没有了 那那项没有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equation OK 直接把它 假设 我们的potential 是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 separation of variable 所以我们可以把R的方向 跟Theta的方向 把它分离变数出来 那你一旦分离变数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看看上面这一个就变成R平方分之一 rong r OK R平方 r r r ok 那Theta的部分就把它提到外面来 那这个是等于0 那等于0以后的话 我们期待的方法还是跟以前一样 我们希望是一边是变 全部都是R的变数 一个是全部都是Theta的变数 所以你把它再做 一点整理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r分之一 把它除过去 然后 r平方通通通消掉 这个r平方通通消掉 OK 就变成 OK d b 然后Bdθ 然后sinθ dθdθ 那你现在得到这个方程式以后 我们说我们要解为分方程 基本上这是function ofθ 那这边呢 function ofR 所以 只有这个是constant 对不对 没有其他的 因为如果它不是constant的话 它是function ofR的变数的时候 跟function ofθ的变数加起来绝对不可能等于0 所以一旦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你就把D的R R平方 的R DR OK 这个把它认为constant 那下面的这个呢 θθ Bdθ OK 还有一个sinθ 然后sinθ dθ θ 这个呢 这个呢 就复C了 那加起来你才会等一定 那现在呢 上面这个式子的话 你稍微再把它整理一下 你稍微再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说 OK 这是对它二次为分 那你R平方 比R 的平方 再加上 2倍的R DR OK 再 就等CR 这应该没问题 那上面这个关系是 就是我们第一个会想调的 就是我们sin R 是一个 就是 R的 N次方好了 我说R的N次方 的这种解 或者你要用一个 比较这个 general的方式说 它是R的N次方的这种解的 你的combination也没关系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 我们说这是R的N次方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把它带进去 你会发现 这个是等于 AN OK 那R平方 N乘上N-1的R的N-2次方 再加上 2倍的ANR 然后 N乘上R的N-1次方 就等于C ANR的N次方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关系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这是R的N次方 这也是R的N次方 这也是R的N次方 所以你看到的是 N乘上N-1再加上2N是等于C 换句话说C是等于多少 C是等于N乘上N加1 OK 我们平常 我们平常这个N呢 你 已经知道是N乘上N加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C的部分 就会直接把它写成N乘上N加1 在这个位置 OK 那 这个部分 你会发现的 并不是只有这个解 可以而已 你会 你看到了 如果我们把它是写成R平方D 平方R的DR 平方加2R DR 是等于N乘上N加1的R 你把这个关系是写出来以后 你可以看到的你的解 OK 它是什么 R的N次方是你的解 另外一个解是什么 R的N加1次方 是你的解 OK 所以你要把它做一个linear combination 我们说 这个就是等于C1C2 好 这是第一个 好 你可以看到 我们说 我们的这个 R方向的关系 你已经知道了 那SETA方向的部分的话呢 就变成D底SETA SINESETA 然后 D底 DCTA DCTA 等于POOL的N乘上 N乘上N加1的 把这个SINESETA跟SETA 把它搬过来 甚至于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写成加的 等于POOL 等于POOL 你现在要解的是这个equation 那这个equation的话呢 我们如果把COSETA 它当成是X的话 上面这个equation 其实就是E-X平方 PN 再加上 再减掉 2XPN 再加上 N乘以N加1 的PNX 等于0 如果我把COSETA 当成X的话 那你去做变数变化 就是这个 那这个解 为什么我把COSETA 写成PN呢 因为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我们叫做 那这个 那这个 为什么我说非常标准 因为 这个关系式 和这个关系式 是你们不管在哪个地方 以后再上量子力学 再上 量子物理再上 电动力学 说解 所有的 球坐标系统 你只要关系到 Laplace 一定是要 弄到这个equation 那 换句话说 为什么这个equation 会变成一个非常 general的 我说general到什么程度 它的解 就是封面这个东西 就是封面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物理数学 阿福克人的物理数学 对 你们现在是用另外一本书 那每一个人 每一个物理 每一个同学的话 其实这是已经第四版 阿福克 我可以这样子讲 阿福克这本书是 物理数学的书 它是 它所有里面举的例子 全部通通是物理的例子 它不是工程数学 它是针对 物理人所写的数学的部分 所以那里面的东西 其实你们如果有空的话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的话 你们会发现 所以 里面所举的问题 所举的习题 全部通通是 是 物理的问题 所以有一些时候 同学在第一次接触 这个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它好像偏书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的例子 它的例题 你看不懂 它为什么要用 要有这个例题 那它的例题就是 你的物理的问题 OK 所以 基本上面 它的解就是 这里面这个解 这个图 所解 那我们现在 我们先不管 这个解怎么来 好 我们 先把东西算出来 再回到 说这个解怎么来 OK 实际上这个是 数学 那我们先把物理的东西 解决 好 那 你现在 如果 x是等于 cos x 是等于 他 那他字就是要叫 la jante polyn equation 它的解呢 ceta 的解 就是 pn x 那pn 是什么东西 我们一般 来讲的话 pn x 就是cos x 我们把pn cos x 就叫做 la jante polymome 好 那 换句话说 它基本上面 你很简单 它怎么定义出来 在 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把它写成 x 好了 它是等于2的 这个n次方 n的阶层分之1 dx 这是一种定义方式 x 平方 减1的 l次方 这是 我们平常 我们叫它做 formula ok 那从这里面的 推论的时候 我先 我们说p 如果n等于0的时候 它其实是等于1 p n等于1的时候 我把x好了 那 那它是等 x 那p2 x呢 它是等于1 2分之1的 3x平方 减1 ok 当然p3 你可以一直算下去 其实它是一个recursion reaction 可以算出来的 1分之1的5x3 至方-3x 它的recursion reaction是 2n加1 的xpnx 跟n加1 pn加1的x 加npn-1的x 就是这个recursion reaction 你知道前两项 你就可以求出第三项 的值 然后一直 一系列的 就可以求出去 那刚刚那个图 其实是很简单的 它是从p2开始画 它是从p2开始画 你们可以 找任何一本物理数学的书 都可以找得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个reaction reaction reaction 出来呢 为了让你们比较 能够 不会感觉说 它非常的突然的话 它其实是应物理学家 要求 它把这个东西弄出来 我们先把 我们先把它讲完 我们再把它回过头来 把这个reaction 的polynomial的 这个来由的话 再讲一下 好了 好 那你现在你先接受 说 这个equation出来的 这个解 就是已经告诉你 是它了 那r方向你知道了 是它方向你也知道了 所以 你现在非常清楚的 laplus equation 在这个条件底下的时候 independent of phi的条件底下 我们直接就可以把两个 乘起来 乘起来 我们说 我们把它两个乘起来 那 我们对某一个n值vn ok rc ta的话 就等于 c1r的n次方 加c2 r的 互n加一次方 ok 然后 你的pncos c 那换句话说 这个general solution 你的vrc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所有的vn的相加 换句话说就是 n等于0 n 一直加到无穷大 我可以把它写成 c1的rn n加 r的n加e次方 分之c2 然后p l的cos c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 有一个 你如果前面 你如果前面你都已经有回去复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我们接下来 bundering condition 给我们的条件 就是要把什么 把这两个系数解出来 对不对 好 要把这两个系数解出来就是 最好是什么 有一个什么data方形跑出来 然后这个就变了一项 对不对 ok 好 那 那 lacian的polynomial 呢 有一个积分是非常非常重要 要来做这件事情的 就是 我把两个lacian的polynomial 把他沉在一起 他有osopono的性质 这个呢 得出来的值呢 当 l不等于m的时候 是等于0 ok 当l等于m的时候 是等于2m加1分之2 所以基本上面 如果写得更简化一点的话 我就直接把它写成delta function ok 我这个就直接写成delta function 2m加1分之2 datalm 当l等于m 他有值 其他没有值 所以 你一旦知道这个关系的时候 然后 你就可以用boundary condition ok 然后 你把你的c1 过c2 ok 把它写定出来 只是我们整个的 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清楚的 你就可以解出来了 那 下面我们就先用一个例子 来 给你们有一点感觉 说我怎么样做 我是会把它这个答案 好 我们就可以讲一个 来 我说我有一个空的球 我说我有一个空的球 ok ok 好 那他呢 主要的也是 在这里面 内部哦 inside 它的potential 是θ的函数 然后我说它的值是多少 是v0θ的函数 我题目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那我现在我要求 哦 ok 我应该这样讲好了 我把这个呢 v0θ把它放在球面上好 我说当球面的时候 它是v0θ 那我要求的是vr 这样会好一点 这样会好一点 ok 好 这是 是 你等一下我可以说 我要求外面的情况 我先求里面好了 是inside 好 那你现在要求里面的这个 整个potential的部分的话 你已经知道它是一个球了 ok 这是第一个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它是θ的函数 所以 你现在你已经知道说 我的potential 确定是 球了 我要用球做标来忏淡 第二个部分是 这个球呢 不是φ的函数 因为从bunday condition里面告诉我 我在这个球面上面的potential 是θ的函数而已 所以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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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independent of file ok 那这两个条 这个bunday condition 你知道以后 那我们就说 我们的general solution 已经告诉你 我的general solution呢 已经告诉你说 好 我现在我可以写rc它的结果 是等于 b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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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趋近于零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第二项啊 会趋近无穷大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一项 会不会是我们的解 我们potential一定要final 所以这一项一定不会是我们的解 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你bl不是你的解的时候 那我的potential 我就可以写成 al rl pl cos θ 我们现在只有 这个变数 你要决定它 而这个变数呢 是要用这个bunday condition 来决定它 好 那我们看到的是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我知道 我vr等于大r的时候 ok 它的整个函数 是等v0θ 所以 我把它带进来 我知道 vrθ 是等于summation l等于0到无穷大 al 大rl plcosθ 好 有些同学可能反应比较快的 你已经大概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等于 v0θ 你已经知道 那这边呢 怎么把al 跑出来 法宝就在这边 ok 好 你把plcosθ 乘一下 这边也pl l 这l 这l已经l l m 这边乘m cosθ 然后呢 sine sita d sita 你把它积分 那从 这个0积到π 来 那你马上你可以知道 左边这个部分 只有l是等于m的时候才有值 对不对 其他没有值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 左边的部分 我们实际上是等于 summation l等于0到无穷大 al rl 然后呢 等于 2m加1分之2 data lm 所以你得到的 就只有一项 l等于m的时候才有值 就变成am rm 2m 加1分之2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的am 把这个搬过去 你就得出来了 翻句话说 这个 到底是怎么分布我给你 我的am 最后的值就变成是等于 2倍的rm 2m 加1 0积到π v0 θ p cosθ sinθ dθ 而我整个potential rc 就等于summation m 等于0 g到无穷大 am rm pn pn cosθ 这是我的解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结果 我说 如果 我现在 我整个的potential v0θ 呢 它是等于什么 k sine 平方 2分之θ t 如果我是这样子的话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cθ等于0的时候 它potential是等于0 然后 随着cθ角再变化 它的potential越来越大 然后变成又变0 ok 好 随着cθ角变化 cθ等于90度的时候 是cθ等于90度的时候 它是等于 这个 它是等于最大值 它是45度还不知道最大值 cθ等于π的时候 2分之θ是最大值 所以 从最大 最小值0 一直到最大值的potential 这样的分布 假设 我们的分布是这样的话 那你怎么去算 这个结果 我们说其实 非常简单的是 这个结果啊 sine平方2分之θ 我这边杀掉了 实际上是等于 2分 这个 那个三角函数 背角公式 就变成2分之cosθ 那2分之1呢 是你可以把它 2分之1提到外面来 这是p0cosθ 1是p0cosθ 然后cosθ呢 是p1的cosθ 因为p0 x是等于1 p1x4等于x 这已经 我们之前就知道 所以你现在 你利用这个结果 把它带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am是等于 2rm的2m加1次方 0g到π 3 然后 2分之k p0cosθ -p1cosθ ok 然后乘上 p1 m的cosθ 然后sineθ dθ 那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的p0sθ 你把它带进来 就是这个 这是你的p0s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当m等于0的时候 m等于0 a0 就等于2r的0次方 分之1 然后m等于0的时候 这一下会不会有值 不会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只有 l跟m相等的时候 才会有值 所以 后面这一项m等于0 它这个是不会有值的 那2分之k把它写到外面 然后这个呢 是等于2m m是等于0 加1分之2 所以这个整个 就是2 所以看到了 这个是等于 22消掉 这已经是1了 所以2分之k m等于0就知道了 那m等于1 a1 就等于2的r分之3 2分之k 那m等于1 前面这一项 跟它积分 已经等于0了 后面的是负的 m等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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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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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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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 都等于0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 东西让它积了 换句话说 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rc它的积 就等于多少 就等于summation summation也不用写了 a0是2分之k ok r的 0次方 p0 cosc 加上 负2r分之k a1 r的 一次方 p1 cosc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得出来的结果是等于2分之k 把它提到外面来 1减 我这边是小r不是大r 等一下 这个是大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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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小r 那我们知道说1减大r分之小r的cosc 这就是我们整个potential的内部的分布 你就得出来 那没有问题 ok 这是一个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 如果这同样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inside 假设我的问题是我要求outside呢 我要求outside呢 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地方 对不对 对不对 outside的部分就不会有r趋近于0 vl等于0了 这个条件就不存在了 ok 那利用outside的时候的bundering condition 你会发现什么 当你要求outside的时候 r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 你的potential要趋近于final 所以我们知道al要等于0 换句话说 你的potential这个就不是这个 变成是r的l加1vl 你的解是这样 那对这个解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接着求吧 这法是一样的了 法宝就在这里 ok 乘一下 把bl挤出来 就得到了 好 那有没有问题